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电 选择原因包括澳洲业务的复苏 比市场预期 上次报告指出 中电澳洲业务亏损收窄到1亿8千万 表现较他们预期的亏损11亿为好 原因包括能源业务大幅改善 实现价格较低 并且透过2022年对冲合约 锁定较低的水准 另一个劝商花旗说到 中电澳洲业务随着低价受电合约 大部分在去年届门 今年业务预料会持续改善 另外占中电收入占比最大的香港业务 预料可以保持稳健 为中电每股派息提供扎实的现金流基础 花旗说到中电香港业务不确定性 已随着去年与政府逐签管制计划协议而备而除 并且确定了2024至2028年间资本开支计划 在管制计划之下 资产基础年均复合增长 估算大约2.9% 同时美国有机会在今年开始减息 也有利中电的股价 策略上投资者适宜等到中电回到61元 作出第一柱的吸纳 初步看劝商给予的平均目标价 大约是71元的水平 或持有作为长线收息 但跌穿疫情期间最低位51.45元 便适宜止舍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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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再见